我朝不睡姐 戏剧永远在 大家好 我是范巴斯腾 欢迎来到范巴斯腾说题 我们这讲讲一下这个 欧洲五大联赛 英超的焦点战 阿森纳对利物浦 阿森纳最后时刻遭绝评 没有获得三分 这样在多赛一轮的情况下 领先曼城六分 虽然说拿到一分很重要 但是也很有可能 在曼城找回少赛这个如果赢球 在直接面对你阿森纳时赢球 阿森纳这个英超冠军就可能丢 但是这个我们还要看 但无论如何拿到一分 要比拿到零分要强 也看看阿森纳最后的争冠 能不能如愿 那么我们都清楚 卓越金城还有一战很重要的 但这个重要的打野号 这是一个流量的球星 阿北罗所在的利亚德胜利 在沙超中0比0 同这个击分极为靠后的费哈队 可以说是毫无建树 两个队谁没有进球 而且昏昏欲睡 这一战阿北罗 仅打了四脚门 一次摄政 全队评分倒数第三 有人说了这个不对 那个阿北罗面对这个沙特的弱旅 他之前都没开二度 你像对什么瓦赫达麦加 什么哈萨正义 他都能进球 怎么对这个费哈就进不了球 因为这个费哈的总身价900多万欧 比之前他面对那些弱旅 二三百万欧要高很多 而且费哈的首发身价达到了四五百万欧 也比那些人对的首发身价高 但是即便如此 这个我们都清楚 利亚德胜利的总身价是八千多万欧 首发身价是五千多万欧 也是费哈的十倍以上 那么阿北罗提成这样 根本就是难辞其咎 你这个对手也是主手的 你不多参与和队友的进攻 你提成这样 根本就不负重 还整个什么阿北罗造险 你的造险就是一脚攻门直接偏离球门 或者说是下半时有一脚射门 让你对手练扑球练习了 你那脚绵软无力的射门被对手抱住 而且关键传球什么都是挂零 又有人说了 面对二三百万欧的球队 阿北罗能进球 面对四五百万欧的球队就进不了球 我说那你看这个确实是这样 我们所见所闻 那你当然这个球 有人说放开你看吧 我没看 没有必要大半夜的看一战 世界排名第六七十倍 如同业余的这个沙超 俱乐部之间的作战 那还有人说 我注意了 费哈这个全队的首发平均年龄 已经超过三十岁了 三十点七岁 小三十一岁了 那你说这小三十一岁的这个平均身价 平均年龄 那就是一个老年队 阿伟罗依然没有进球 而且突破也被对手这个产奖没收等等等等 他们的阿伟罗球迷一向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远离欧洲了 跟欧洲没关系了 他们只能 继续帮阿伟罗在沙特提几张好球 在沙特进球 你看他们欢呼雀跃 哎呀 这高兴 就这个档色 玩来碰瓷求神梅西一人在欧洲进不进球 人家梅西 咱们就是 我看你实不实处 前日 梅西面对一个这个身价两三亿 首发达到一亿多欧的这个 尼斯一船一舍 你阿伟罗在沙特 竟面对这两三百万 这个门将几十万 竟面对这个对手 你都得进球看运气 还不一定每战都进的 甚至对那个沙超倒数低的巴腾 你都没进球 那你算算 你实不实处 你算算这个几个亿跟几百万 得差多少 高低可见 所以说人家求神梅西也好 还是那些别的 在欧洲俱乐部 踢球的球员也好 人家进不进球 发挥的好不好 人是在欧洲 跟你在沙漠踢球 没有任何关系 档色也不一样 人家清华北大的 你一个这个 可以说二三百分都得不到的 就这么大差距 甚至比这还大 你可能还在启蒙教育当中 你跟人家高等学伏比 你不是官公面前手到头 玩呢 那么同时 这个吉达联合队 也战胜了对手 这样的话呢 在沙超的排名中 吉他来联合啊 排名第一 利亚德胜利排名第二 但是几分已经拉开到三分了 我们都清楚 阿伟罗来以前 这个利亚德胜利是排名 沙超榜首的 你看你一来 直线下降 肉眼可见 沙超的联赛的 亚冠名格就一个 你阿伟罗 从欧冠 把球队整到欧联 欧联你又不愿意踢 全欧洲没人要 你只能到沙漠 现在争夺亚冠名额 希望利亚德胜利 在阿伟罗的率领下 这个获得一个亚冠名额了 有人说不对 范哥 利亚德胜利得在塔利斯卡的率领下 阿伟罗是小王副手 我说那行 希望塔利斯卡领着阿伟罗和利亚德胜利 能得到一个亚冠名额 这战球 塔利斯卡很积极 虽然打进一个时候越位 但是人家毕竟把这球打进了 人家能命中球门 好了 我们继续这家讲的教育下讲 再见